这有些人就说为什么要收藏这些烂瓶子 这瓶子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一个小杯 怎么能值那么多钱一个机缸杯要值2.7个亿 为什么要买那种一个破杯子 其实我想了好久后来理解了 因为整个它就是一个财富的凝聚 你不可能给你2.7个亿放在银行里 然后转账给你 这样一个杯子既有文物价值 又有历史意义 还有艺术价值 而且这样一个小杯子 往怀里一踹就可以走了 2.7个亿你怎么踹在怀里 你转账都不让你转 是不是 看看这些 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 这个钟奇卫先生绝了这么多 顶级的瓷器 这点我还是没有理解 可能以后会慢慢理解 这些瓷器你看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这就叫窑便幼 这每一个都要上百万的 这些都是属于高温铜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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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铜 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呢 当然别人觉得更好了